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要来看到在上海金博会明天即将要登场了 而现在呢大家就来说这场金博会有哪一些的亮点啊 看到了有媒体呢他就直接拿出万花筒 然后呢说一秒赏万花 然后呢现在因为这个金博会在今年来说 历届以来已经从2018年到目前为止 累积的意向成交额将近3500亿美元 所以在今年呢又有超过1500家的企业一起来参展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为什么大家想要来原因是因为这边真的有钱赚吗 所以呢就看到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 大家纷纷的进驻企业的这些展面积 企业展面积呢也创下了新高 里面呢有72个国家还有这个组织他们一起来展示 同时呢有3400多家的企业来参展 大家都在讲这里希望能够做成生意 所以大家才会来 也因为这边有生意有钱赚 你也看到了有很多的领袖 他们是直接来到这边来帮忙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包括了谁包括爱尔兰的副总理 包括了这一位赛尔维亚的总理 以及古巴的总理最受瞩目的就是他 爱班尼斯好多次呢都已经在讲了 说爱班尼斯什么时候要来这一次 真的即将准备访华 泰国呢则是派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规模代表团 美国也有派人来哦 美国是农业团来访中 好现在说是七年来的最大规模 那当然啦这一次他们来到这边呢 就是希望能够好好做生意 因为过往来说在过去一年 真的中美之间有太多的变动了 那可是农业大国他们也需要中方这边帮忙多下订单 因为他们看到了澳洲确实这几年来就有一些明显的变化 澳洲总理即将要访路 澳洲媒体讲的想法是他会见到习近平 还有李强 时间点呢有可能是先见习近平 然后之后呢跟人大的委员长赵日记见面 之后还会再跟李强会面 同时呢他们也在讲说现在大家都着眼于是不是治疗旧伤 因为在上一任政权的时候 真的中澳之间有太多贸易上面的一些 彼此不是那么开心的地方 现在希望藉由埃班尼斯一次把他通通补回来 好目前呢也看到了美国派人来之后 中美之间的友好氛围是不是会越来越浓厚 因为呢习近平他在第五届的中美友成大会里头 特别致性提到中美关系呢 其实在民间在于人民友好 这里面就说了地方交流必须要持续来做 而之后呢也看到了美中之间是不是真的 是从民间开始原因是因为美光先前呢不是讲了吗 在中方这边希望呢对他有更多的理解 来了解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说已经获得了免死金牌 原因是因为王文涛有说要欢迎他继续在中国市场扎根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氛围 是不是能够持续一直到十一月十七号的APEC 原因是现在也看到了陆港有四家企业 再一次的被美国制裁 理由是因为他们帮助俄罗斯 所以又制裁了包括了航天啊 或者是制造业以及科技业等等 王文斌当然回应就是再一次的会采取措施来维护权益 只是美中之间一来一往 有好的有不好的 大家都在问 如果是之前北京已经讲了 必须要释出善意 那这样来看的话 美国的善意在哪里 请教教老师怎样来看 这一回上海的进博会即将要登场 很多的国家基本上来 就是因为这边赚得到钱 这是第六届 从明天5号到10号 时间并不长 但两大部分 我们通常比较关注它那个展览会 对 3400个企业 然后大概来自于154个国家 那成交过去可以成交到3500亿美元 这个当然第一个是一个考验 因为今年的这个就是疫情之后的经济的真正的付出 然后前面一段第二季的时候 全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有一些质疑 尤其是内需消费的这个层面 现在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 IMF这个盖章确认 就是中国经济会不错 今年会达到5%以上的成长 但是这个进博会就会考验 但我觉得应该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这个只会增加 另外一块 其实大家的比较少 另外一块叫做宏桥润潭 所以这一些政治领袖 还有一些世界500大企业的CEO也都来 是参加有大概22场的这种论坛会议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 就是说卖东西的这种展览会 它其实也是一个论坛 也就是叫做中国经济 跟世界经济的这个论坛 那它的论坛之后 10号的时候会出一本这个报告 叫世界开放报告 也就是说这个开放 跟这个中国大陆 跟各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开放的报告 2023 那已经有一点在引领 这整个就是全球 不只是一带一路 全球的经济跟投资贸易的重心 你看到以前我们讲世界经济论坛 或者是许多国家的什么汽车秀 像最近刚结束的东京的车展等等之类 一方面做生意只是做生意 论坛是论坛 它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载体有这么大 而且它就是进口 它现在不是在讲出口 就是你东西卖给我 你要来三千四百家都是外国企业 所以进口的这一些企业来展现 他们的这个商品 然后中国的这个买家来这边做选择 然后去谈以后的这些 同时也谈一些真正的这个生意 从政治经济到一些企业层面论坛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规划已经到了第六届 我觉得世界媒体没有给予它应该有的重视 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一大堆你看欧洲 然后中东地区战争战争 人道危机 美国现在这个鸵鸟窝的洞里面 然后准备它的这个就是中东大选 谁来真正的促进经济 谁来真正的做生意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比较 很明显这个差别 各国的政治领袖 跟经济的这些主管 也都看得很清楚 是 请教小舰长怎么看 我们这样讲 现在埃班尼斯要在今天 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7号访问大陆 其实他也就是这7年以来 其实这个时间非常长 这7年以来 首度访问大陆的澳洲总理 那之前是因为 对于中国有非常多敌意的表现 那现在慢慢的发现 这条路走不通 因为这样走 不但扼伤了自己的经济 而且政党就被轮替 所以现在慢慢的 这件事情解冻 这件事情解冻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达尔文港 现在说租约取消的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存在 然后接下来 我们常常谈到的AUKUS AUKUS我们觉得当初说 美国要对澳洲输出三到五艘的 VIRGINIA级的核动力潜见 现在美国似乎好像 永无止境地在拖延 拖延什么 因为其实美国要输出这些装备 要通过一个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修正 可是这个修正案本身 众议院的议员说 他在八月的时候说早就应该修正了 八月到现在又三个月了 有看到修正吗 没有 也就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讲 他看着这个获得潜见 其实是一条漫漫长路 而且这个潜见非常贵 那不如先赚钱 而且碰到了另外一个 爱之更适足以害之的日本 他在排放核污水 他排放核污水的时候 大陆不买日本的海产 这个时候就给了澳洲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也就变成说 现在澳洲有各种的机会 而且澳洲慢慢想清楚了 他真的需要那些核动力潜见吗 因为大家都说他其实他的核动力潜见 是为了要来支援台湾的 如果说他继续维持财电潜见的话 事实上从澳洲到台湾来 已经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支援 可是如果他是核动力潜见的话 可以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可以有73天 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 对于澳大利亚来讲 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在确保他自己的海上交通线 跟这些东南亚国家 现在看来这些问题 他一旦跟中国修好之后 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是 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现在看起来 就是大家都要做生意 所以美国他们也派人来了 所以这个直视在转换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来问 第一 那你们之前怎么讲 加经济的 第二 你现在派人来了 那什么态度呢 金博会美国过去 其实是不需要参加 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美国其实有一点 半抵制的状态 就是说中国大陆做的东西 我们通常不会参与 可是现在他也参与了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形势比人强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明显的 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参与战争 可是中国在全世界各地干什么 帮你搞基建做生意 你觉得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讲 他会欢迎哪一种 有哪个国家喜欢战争 有哪个国家喜欢做生意 我想这是非常明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思考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并不是中国人要去跟你争什么东西 而是中国人其实是在做生意 就是你赚钱我赚钱大家都赚钱 这样不好吗 人类一定要战争吗 人类一定要彼此争权努力吗 我们大家一起赚钱不是个好事吗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要办进口博卵会 其实很少国家会办这种东西 大部分的国家是办出口博卵会 想赚钱 对 要去赚别人的钱 可是中国大陆是因为 他的经济这几十年 一直在飞越成长 所以他对国外出口非常非常多 他跟很多国家 对他来讲都是贸易逆差 所以他就是为了平衡 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我一直在赚你的钱 你当然会对我不太高兴 你会觉得 我好像在剥夺你什么东西 所以中国大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也不要说我都在赚你的钱 我办这个进博会 让你们东西可以进到中国大陆来 对 这样大家就没有怨言了 你也可以赚我的钱 所以他办的目的是这个 所以越办越大 越来越多厂商参加 美国也来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了 美国过去的失误还是认为 反正武力就是强权 我有武力在手上 我就压破你非听我话不可 可是中国大陆用的是另一招 我就是跟你做生意 你觉得有钱赚 你自然会做个朋友 就是这样子 你看爱班尼斯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以前大家这样对抗很辛苦 请问一下澳洲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我一直觉得澳洲跟中国大陆对抗 是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我从来不觉得中国大陆想要侵略澳洲 我不认为 中国大陆大概 对这些东南亚国家也没什么兴趣 也不会去侵犯澳洲的权益 澳洲何苦去跟中国大陆作对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因为中国大陆不会对澳洲形成 安全上的威胁 所以现在爱班尼斯 你看他一解冻之后 马上很多生意都可以做了 过去这些关税的问题也没有 现在又可以见到习近平 大家彼此这样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个人